Dream 我是來自GorosTimePieceGTC4的小剛 今天小剛就來跟大家聊一聊 這個全新2022這個下半年所推出的 最新的這個三款新的顏色 這個Speed Timer 這個在太陽人的計時馬表 也就是熟悉的朋友們一看就知道這個就是前一陣子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火 真的是火爆到我那時候你要買 基本上都買不到都沒有貨給你買了那時候 大家還記得我相信我小剛飯哥之前做過 上手測評的影片啊就是那個 非常紅的那一款還有就是我非常記得的那個 那個熊毛盤的那個Panda 因為他非常像那一種有那個勞力士 黑啊那個白面啊 蠶臉黑色的這個黑白的這種 這種配色啊就是非常的火 那這支影片呢給大家看一下呢 這一次他又發布了三個 加入了三個不同的這個顏色 這次感覺給我不一樣 我想講真的是 喔現在講講這個灰 這種水泥灰 配這個黑圈的這種 雙雙色的這個表圈啊 那真的是有那一種 不是 地通那喔 小剛想講 不是勞力士 不是那個什麼 真的這個換了一種感覺 有一點像那一種 怎麼說呢 那個 真麗石啦 真麗石那一種感覺 反而給我有那一種 這個還蠻特別的喔 而且這個15分鐘 配就是用了這個雙色雙色圈的這種 15分鐘用了 第二個顏色 來做搭配的這一種是 絕對就是 金工的招牌菜喔 所以這個我非常的喜歡 那你會看到有 第二款小剛個人 非常喜歡的這個 可樂圈 這個紅 黑的這個可樂圈 還有這個紅藍 這個白色圈 然後這個 pepsi 還有這個 酷的這一種 這個 這個 表圈 這個配色 而且這兩個顏色都是 金工的這個招牌的 顏色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我這一點我個人 非常的喜歡 那再來就是 尺寸的方面 他從上一代 39mm 那現在提升到 41.4mm 這一點我個人其實真的非常喜歡 因為對於這一種 有 這個有 這種比較 sporty 就比較 比較熱血的 這種運動型的這種標款喔 那因為他有那個外圈嘛 所以這個 這一種手錶其實之前啊 他做了39mm 那你看回小剛之前的影片 那其實你上手的話 如果是男生喔 其實是真的 我不是要講什麼 是真的顯得有 點小喔 那因為 39mm 其實你放在正裝啦 你放在 這一種系列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合適合 非常的完美 可是如果今天你用在這一種很 很熱血的 很 很有運動風的 這一種 很sporty的 這一種 啊 即時表啦 我個人覺得 41.4mm 我個人覺得會更加的 好看喔 那他而且他表我到表我完全是 不長喔 在45.9mm 厚度也是非常的薄 13mm 左右而已喔 而且這個 即時的功能呢 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那你會看到他 這個6點鐘方向 這個小盤喔 你會看到他這邊寫這個 1 跟一個 F喔 那這個非常的特別喔 光網就沒有 特別去 呃就是 標注這個 呃隱藏的功能 呃 這個功能是什麼呢 其實這隻 呃這個 即時馬表功能喔 你可以去看到他的 這個 呃這個 太陽人的這個儲存的這個 呃動力啊 我這一點我個人覺得 還蠻有趣的喔 那在其他的都是一樣喔 100米的防水 全部鏽鋼的材質啊 然後到這個 全部鏽鋼的這個鋼鍊 而且他鋼鍊 質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41.4mm 這個重量也比 這個 老款的39mm 呃來的這個 扎實喔 拿在手上啊 這一點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留言在下面給小剛知道一下啊 呃你個人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 這個紅藍的呢 還是紅黑的 還是這款這個灰黑的這個表圈喔 三款 呃馬幣定價是3000 出左右了 還折扣錢的這個售價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是這一款 呃這個紅黑的 這個可樂圈啊 我真的是非常喜歡這款 哈哈 我們下期再見 我是小剛 拜拜